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币安美国的交易也创下新低 市占下跌的原因可能是高阶主管的离职和监管挑战 美国监管机构指控币安和赵长鹏有违规行为 导致许多公司缩减在交易所的交易活动 第二则新闻 台湾烘焙市场年产值达到了600亿元 其中甜点占了150亿 除了独立甜点店和连锁咖啡品牌 致命零售通路也积极进入这个市场 全家便利商店的甜点业绩在2022年增长了40% 预计2024年全年营收有机会达到10亿元 全联的自有甜点品牌VSuite 在过去6年中也累积了近140亿元的营收 然而 零售通路的加入对传统烘焙业者造成了压力 疫情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 他们更注重快速 方便和价格合理 而不再只关注新鲜和精致的甜点 全家和全联通过不同的策略成功在甜点市场上崛起 第三则新闻 特斯拉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盈益率与毛利率下滑 主要电池供应商Panasonic减产也引发市场担忧 新车款Cybertruck的制造成本高也给公司带来压力 马斯克就曾表示 Cybertruck制造成本高且复杂 全球电动车需求放缓 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也放缓电动车推出计划 特斯拉也面临挑战 股价下跌超过5% 跌破200美元大关 特斯拉第三季盈益率仅为5.3% 低于去年同期的16.1% 下一则新闻 连锁按摩店指五春秋创办人林书任出生在单亲家庭 为了分担佳绩 高中时就开始做部分工 大学念工业管理系后 第一份工作是房仲业 2011年房市受政策影响冷淡后 林书任转往按摩业发展 起初家人反对 但林书任看准按摩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他将房仲的经验应用到按摩业 采取媒合平台模式 透过流程标准化 提升服务品质 疫情间 林书任调整策略 透过社群绑定顾客 并逐步将实体电煤和作业线上化 他也着手改善从业人员的植牙规划 并透过建立标准流程 成功将按摩业打造成服务体验优良的现代产业 感谢您收听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